在进行挑战之前 我们先要给四位评委 设置一个小小的挑战 看到我手中的扑克牌了吗 No 不是斗地主 变魔术 也不是变魔术 是要考验各位在短的时间内的 最极致的记忆能力 不可能 不可能 已经有一位评委放弃了 我也放弃了 好了 我们那个不开玩笑了 这个十二张牌全部是花色牌 然后这十二张牌呢 我会随机打乱 随机打乱之后 会有我们现场的挑战助理 按照我打乱的顺序 完全精准地复制出四个 一模一样的顺序 然后交给四位 四位在最短的时间内 记住它的顺序 请注意要连花色一块儿记 然后稍后 四位用十二张红色的目标牌 来复原你们的记忆 看谁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 记住最多准确的排序 如果有两位记住的张数一样 我们就看谁用时最短 然后决出我们今天 四位评委中的记忆王 没问题吧 李博士 那就来了啊 来吧 总共就十二张 其实打来打去 无所谓 就这样了 来 请根据我的这个顺序 复刻出来 我感觉记不住 记不住 真记不住 三张 能记住三张就不错了 问题是花色 真记不住 好了 接下来 有请四位挑战者 就位 接下来 请四位挑战助理 把还原的牌 发给四位 四位评委 现在如果准备好 请举手示意 好 预备 开始 我们保持安静 现在大家已经基本上 用了将近一分钟 李博士停表了 一分十一秒 现在李博士开始用红色的牌 进行还原 但是准确率是最重要的 李博士虽然现在用时最短 但是要看他的准确率 另外三位评委 仍然还在记忆中 好 宇成庆评委也已经停表了 可以开始复原 宇成庆评委 目前的时间是一分五十四秒 董青评委也停表了 两分零九秒 孙杨评委估计是想创造一个全队 这样的话 如果其他人哪怕错一张 他也赢了 所以孙杨也有他自己的战术 李博士不要看别人 能不能重来啊 我刚才想得太快了 各位 我好了 好 不要动了啊 放到那盒子里 我应该会成功的 董青评委 董青评委还在复原 我觉得其实我有一个把握 就是我所有的牌是对的 可是花色可能是不对的 我告诉各位 你们完全不用担心 有人表还没停呢 有人表还没停呢 你是在游一万公尺是吧 他在横渡海峡 所以李博士没问题 您就放心 你看您旁边这位年轻人 为什么你记忆的时候 我看都在第一张 您能往前稍微推进一点 你快点记 记完了赶紧停表 好了 孙杨 我给你的实现是十分钟 如果不行 截至目前 测试时间已经接近十一分钟 而孙杨却迟迟犹豫不决 主持人最终决定 停止他的记忆时间 对不起 请开始复原 十分钟 十一分二十三秒 全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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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原 快 这样 我先把李博士的 我先把李博士的放上来 好 好 董卿评委 谢谢 余诚庆评委 感谢你 好了 好 我们就等孙杨 我好了 好了 是吧 那你按顺序 从上到下 也许孙杨是我们当中记得最好的 最好的 对 好 好 好 首先我们先把标牌先揭开 来 第一张 方片钩 好 孙杨 好 孙杨 正确 我错了 真的啊 余承庆评委 正确 董卿评委 正确 好 好 李博士 错误 我们看看李博士后面有没有对的 来 第二张牌 李博士 好好急啊 请揭开 黑桃圈 孙杨 错误 余承庆评委 正确 董卿评委 黑桃圈 正确 李博士 黑桃圈 正确 好 没关系 现在你和李博士一样 一分 都是对一张 错一张 余承庆评委和董卿评委 目前两张全对 看第三张 方片K 李博士 又错了 第四张 黑桃高 董卿评委也出现了错误 目前保持不错的 只有余承庆评委 一个人 再看下一张 梅花K 孙杨评委 错误 哇 漂亮 余承庆 正确 我也不对 李博士 对了 李博士 正确 下一张 红桃K 红桃K 好 孙杨评委 正确 余承庆评委 很遗憾 出现了第一张错误 好 董卿评委 正确 李博士 正确 漂亮 红桃圈 我又错了 我又错了 孙杨评委 还是错误了 哎呀 余承庆评委也不对 董卿评委 正确 黑桃K 我一个对了 纯粹是巧合 概率 下一张 红桃钩 董卿评委又对了一张 方片圈 都错了 梅花钩 余承庆评委对了 李博士对了 最后一张梅花圈 余承庆评委 李博士正确 那我最差了 三张 不会啊 你最棒啊 你时间用得最久 张叔叔拆得最少 对 你耐力最强 哇 所以李博士还是第一名 还是第一名 你看李博士虽然比你少对一张 但是他时间比你短 对不对 厉害吧 华人神探 对 我再来也不会更好 已经是最佳水平了 对啊 这个太难了